Meta旗下社媒大档机 脸书和Instagram和WhatsApp今天凌晨开始 有许多用户无法使用服务 Instagram和WhatsApp表明目前一切正常 根据故障追踪网站DownDetector指出 在档机最高峰时段 也就是我国时间凌晨1点50分左右 脸书有超过10万宗事故 Instagram也有将近7万宗 截至今早7点 这两款应用程序 已经逐渐恢复正常 故障事件也已经降到1000多宗 全球多个地区都受到冲击 由于DownDetector的数据 是收集用户提交的报告 所以实际受影响的用户数量 可能更多 人们的换色资数量 是有很多人的用户提交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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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素